近期有知情官員指稱 中共埋伏在台的第五縱對人數 有提升趨勢 這也讓我方持續加強兵襲推演 去年漢工演習更首度模擬 北車被挾持攻佔 只是透露資訊的卻是不具名的官員 也引來藍營立威很酸 難道又在搞認知作戰嗎 另外根據美國國防週刊報導 美國國防部近期也成立 對台的高級整合小佐 要特別來加強軍援合作 以及效率 建兵特勤隊全副武裝 攻堅進入台北車站 開槍與敵人展開對峙 這是去年漢工第39號演習畫面 逼著模擬台北車站 遭埋伏在台的中國第五縱對 滲透清擾 就是因為隨著外來移民人口不斷增加 潛逃在台灣的第五縱對人數 也可能提升 暫時這群人可能配合中共指令 針對自通訊 人員 交通 以及各項關鍵基礎設施 攻擊破壞 碳壞我國 正常無作 不到戰勝的時候你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必須要盤點哪一些人是風險比較高的人 風險比較高的人不代表他是壞人 有些風險高的人單純是因為 他很多把柄在中國的手上 指示指稱中方埋伏人數越來越多的 卻是不居民官員來一陣頭也提出不同看法 跳電 大停電不是都是松鼠小鳥或是一個椅子碰到什麼 這些都是可能的第五縱對政府要好好的去抓 陳平時期是由警察來執行必要化 就是軍隊或者是縣兵單委會就是出動 平時分辨不易是必得提高警覺 行政院也建立院籍部會籍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三層級演習機制 透過無劇本演習並且推演應處作為 而根據美國國防週刊報導 傳出美國國防部已經正式成立對台高級整合小組 才秘密形式進行 主要目的要提高對台軍員效率 而美國眾議院也在提預算法案 要提供台灣五億美元的軍事融資 兩岸緊繃關係 我方對內自我防護備戰不可少 對外也在取得盟友支持 建立捍衛 台海安全 解台北最后報導